Hello, 大家好 我今次是想教你做一些又好吃又香滑的冬菇 方法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而且我们可以一次过做多些 接着是可以放冰箱留下一次用的 好了, 我们的材料方面 有一斤冬菇 四两姜 四两葱 生粉方面我预算200g 还有红葱头 都是一包大约200g 首先冬菇就是浸水 我们通常要浸一晚 然后第二天起床就换水 然后就逐一只剪定 好了, 这个就是秘诀 秘诀就是要用生粉或者鹰粟粉 逐一只冬菇洗 底面也要洗净 因为这样是去到包子 冬菇才会滑的 好了, 其他材料方面 我们还会有干葱头 葱白 和姜 那姜就切片 那些干葱头也是切片 好了, 现在下4匙匙的蠔油 2匙匙的烧酒 和2匙匙的砂糖 鹽呢 就是2茶匙就够了 然后拌均匀 然后让它腌30分钟 然后放入锅中蒸 用大火 再蒸多30分钟 这样就完成了 还有呢, 当它烹饪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入小袋 然后放在冰箱冰箱 冰箱冰箱 下次呢, 你就可以逐包逐包拿来吃 每次用多少就吃多少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就like subscribe 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 黄思拉厨房 或者follow我的IG pionilao12300 下次再见 拜拜